現在這個朋友就是持有長城汽車 2333公佈了三月份的銷售 就跌了8% 現在股價就跌了1.3% 他13元有貨的 你怎麼建議他呢? 現在可以怎麼做呢? 差了 你說可以怎麼做 都是定好指示位給自己 其實我真的沒有太多的幫助到你的意見 第一方面 想回第一方面 我覺得任何輸錢 投資失利的那些狀況 第一樣去想 第一方面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是你13元去買長城汽車 駕駛到現在 或者今早見到公佈的營運數據出來的時候 你都不走 那個心態到底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在市場上炒車股 你因為看到一些電動車 賣得很好 那接著你退休期間買吉利 或者長城汽車這些 就出事了 那我覺得你第一方面就要吸收這個教訓 因為其實電動車股份都一樣是今天急錯 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內地風食 整個行業出現的供應鏈問題 但是遲早會熬上去 所以跟別人的長城汽車 的確你熬一下熬一下 有機會上回到13元的 但是要熬得很辛苦 但是前提就是 說到供應面完善 就是疫情淡化之後 接著在行業競爭上面 它會有一個大的優勢 那才有機會上回去 所以我就主張就真的定一個止虧位給自己 如果你說長城汽車再創新低了 走了它就算了 先止虧 接著幫整個封城的因素去淡化 買回一些質素比較好的汽車股 長城汽車其實現在市場在怕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怕電動車以外的業務上面 可能買一單試一單 有些消息說新能源汽車 說新能源汽車就不是電動車 是說可能運能車等等 可能已經處於一個狀況 就是買一單試一單 他們加不到價 轉嫁不到成本上去 補貼政策又下坡 所以你說長城吉利那些 是的確比較弱勢的 港股裡面車股 哪些會想 我們就是想比亞迪 想維小里 或者說如果你說傳統車股 你駁它轉型的話 可以想一隻廣氣的 廣氣上個月的銷售數據 它的確是很強 但是現在面對著整個行業的風險因素 它都有機會追跌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買一些未有盈利能力 例如維小里、比亞迪那些 你可以考慮 將這隻廣氣轉到廣氣上面 但是當然一隻股份創低位 一隻股份沒跌低的時候 你會怕轉了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追跌情況 我也不敢抹殺這個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穿完位不走的時候 你參考過一年的時候 那些股份殺傷力自然是更加之大 所以長城汽車本身的質素不是太好 我覺得如果你要轉馬 轉到廣氣上面 可能會好一點 廣氣我就覺得 定分6元這些位置來做止蝕位 所以記得就是講第一方面 要嚴守止蝕的 任何股份就算很低產都好 你都不可以不做風險管理 現在港股 有段時間都未去到一個狀況 可以不用做風險管理 那我覺得暫時來說 長城汽就小心點 再穿 再創新低的時候就要走 再換一遍 最後一條飛行機 極度高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